这样,咱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不知道图像中的声音各位听清楚了没有 视频中的女孩说的是 我今天抓住你我就不会放了 你从上扶梯就开始偷拍我 我就一直听那个女孩在说 就是我报警了警察那有监控 怎么回事呢 这个是最近还发生在杭州地铁二号线 曹家桥地铁站台的情形 有一位长发披肩的姑娘 紧紧抓住一个年轻男子 神情非常激动 据了解呢 这位紧抓男子不放的姑娘姓博 今年23岁 几天前就曾经遇见该男子 而那一晚的遭遇让她是又气又急 在10月29号那天晚上 小博是从曹家桥地铁站下车准备回家 在乘坐自动扶梯的时候 他就突然感觉到大腿被触摸了 转身一看 有一个陌生男子正拿着手机 在他裙子下面偷拍呢 小博说呢 当时男子站在自己下面一级的台阶 跟他贴得很近 男子的手机正处于拍照界面 气愤的小博呢 一把就抓住了男子 结果呢被对方给挣脱了 小博说当时地铁站几乎没人 没人可以帮忙 加上自己穿着高跟鞋实在是跑不动 就眼睁睁地让男子给跑掉了 之后呢小博就报了警了 这监控清晰地记录了男子偷拍姑娘的过程 当天呢小博穿着黑色的长裙 从他上了扶梯开始 这名男子就跟着他 一只手呢扶着这扶梯 一只手呢就拍照 这两只脚上下级台阶在分开站好 将他甚至啊是屈膝单腿跪地 将手机伸进长裙下拍摄 那天晚上小博回到家里又气又急 大哭一场之后就感冒生病了 而当10月31号早上 小博在曹家乔地铁站进站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眼前的男子有点熟悉 仔细一看 竟然就是两天前偷拍他裙底的男子 为了防止男子逃跑啊 他一路是紧跟走到了地铁站台 期间还拿出了手机偷偷拍下了照片 在站台后车的时候 他趁其不注意一把抓住男子的衣服 就有了开头我们视频里边看到的那一幕 起初啊这男子还挣脱还狡辩 说你不要冤枉人 是说小博污蔑他嘛 可是当小博有底气的大喊说 是不是污蔑看了监控就知道了 说了这句话之后男子就不敢再说话了 那就是心虚呗 这小博的呼喊呢 也来了围观的群众和保安 民警感到现场之后呢 也特意调取了监控 确认这就是这偷拍的男子啊 这目前呢男子因侵犯他人隐私 被处以行政拘留四天的处罚 干得漂亮啊 这段视频被发布到网上之后 众多网友看过之后拍手称快 是吧 纷纷称小博是女侠 而小博自己也表示说 女生还是要勇敢点 没错 当女孩们呢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 千万不要害怕 可以及时呼喊啊 用声音来震慑住他们 像小博这样 记住你强他就弱 其实还有